哈喽大家好我是Shady 那今天呢我打算只用一盏灯 就教会大家影视拍摄中常用的六种曝光方法 无论你是影视拍摄 商业拍摄还是婚礼拍摄 又或者是自媒体频道的拍摄 都可以让你的画面更上一层楼 拍出好看且有质感的人物观影效果 OK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种顶光 从头顶上方近乎90度垂直于天灵盖往下打光 一般顶光的使用会让人物的眼神显得更加深邃 因为眼窝的位置几乎是暗的 看不清人物眼神的状态 会让人物感觉更加神秘和冷酷 同时因为是从顶上打光 所以人物的下巴会有很大程度的阴影 如此一来就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瘦脸效果 但顶光的效果有点过于特殊 所以一般只有在表达人物特殊心理状态的时候 才会用的比较多 第二种蝴蝶光也叫美容光 它的灯光摆放位置同样是位于额头上方 但是与顶光不同的是 它是在额头正前方 让光线由上向下45度角的方向投射到人物的面部 然后我们注意看鼻子底下的阴影 当阴影呈现出像蝴蝶一样的形状的时候 我们就成功的打出了蝴蝶光 蝴蝶光也称拍拉门光 因为拍拉门影业在早期的时候 经常用到此种曝光方法拍摄影片 或者在剧照中拍摄女性影星 所以也有美人光之称 用这类曝光方法拍出来的人物脸部会更有层次感 高光和阴影的对比会更加明显 同样也会让下巴显得更瘦 但不同于顶光 蝴蝶光会让人物的眼睛也被充分打亮 显得更加自然 看着更加漂亮 的确不赋予美人光的称号 对于脸部颧骨较高 鼻子高挺 且轮廓分明的人物 效果更佳 第三种 环形光 要想打出环形光 环形光与蝴蝶光不同的是 环形光不再让人物脸部显得那么平 而是产生更多的阴影 让人物的脸部看着更加立体 第四种 三角光 在环形光的基础上 继续减小光线于左肩或者右肩的夹角 此时被拍摄人物的眼窝 鼻子和脸颊三处的阴影相连 脸部颧骨的高光区域形成一个三角形 因此被称作三角光 在17世纪的荷兰 有一位知名的画家叫做伦伯朗 他在自己的画作中 经常使用到三角光的画像技法 来营造人物脸部的光影对比 所以三角光也被称作伦伯朗光 第五种 宽窄光 当我们使用三角光照亮人物的时候 人物的脸部存在多光的区域 同时也存在少光的区域 此时我们将镜头拍向少光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窄光的画面效果 那宽光就和窄光相反 所拍摄的人物面部是多光的区域 宽光和窄光的应用 更多是用在两个人物对话的时候 经常用宽光来表示正派人物 而窄光则是用于表示反派人物 光影的运用非常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这点大家以后在打光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 不要让光线仅仅局限于照亮主体 第六种 侧光也叫做分割光 想要打出这种光线也非常简单 只要在人物的左侧或者右侧 垂直打光即可 用这类光线打出来的人物 一半被照亮一半处于阴影中 使得人物画面电影感十足 可以让人感受到人物的神秘感和冷酷 这同样也是通过光线塑造了人物的形象 好的 那以上就是这六种曝光方法的演示了 那想要高效曝光的话 就离不开一盏好用的灯光 在这里我想推荐一下 我身边的这盏来自智云Z系列的 Z2功率王COB影视灯 这是一款功率为200W的灯光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其他不同功率的灯光可供选择 那我相信就目前而言 大家可能更为熟知的是智云的稳定器 但其实智云还有做灯光以及楼光照 等其他辅助打光的灯光配件 作为一款专业的影视用灯 这款Z2的CRI和TLCI指数 都是大于等于96的 但这并不是它最大的优点 因为对比其他影视用灯而言 这个参数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它最大的优势 还是在于保持体积小巧轻便的同时 还能够具有很好的散热效率和照明功率 这主要得益于智云的电子回压散热系统 它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使用两个气压传感器 对散热器区域压力进行二维建模 更精准地消除湍流 窝流 以及降低散热器表面 持质的空气厚度 在更小的体积内 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散热效率 使得数百瓦功率的灯距 仅占同功率产品的1分之1至1分之1的体积 重量约为同功率产品的70% 不仅如此 当我在使用这款灯光的时候 也无需繁琐的布置和连线 只要用一根电源线连接灯光和插座就可以了 这点对于曝光效率的提升真的很大 并且因为体积和重量的减少 也极大程度地减轻了我在搬运和曝光时的负担 同时 这款灯光还有其他的优点 比如可以快速调整不同灯光亮度和色温 内置了13种常用的情景光效 以及支持使用ZY VegaAPP 实现手机无线控光等等 都是非常方便使用的功能 这也符合智云他们对产品所提出的slogan 光影卓越 简约至上 真的很期待看到越来越多的国产影视器材商 可以像智云这样不断在产品的创新和突破上面下功夫 实质性的解决用户在产品使用上面的一些痛点 就比如减轻拍摄人员在器材搬运 架设连接以及使用时的负担 帮助拍摄人员最大程度的提高影视创作的效率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